县长李明珍一行人在乡长廖宜贤陪同下 首先前往爽文村第七林会看农路 因为缺乏排水沟 路面动辄积水 林立南行又易导致路面破损 当即同意实设一座积水井 排水寒冠以及40公尺道路边沟 同时从铺长60公尺 宽散5公尺的水泥路面 经费约需45万元 路是人比较好 我们要路三要出门也比较好出门 我相信我们南河县政府 地方有需求的有反应的 在我们的经济财政状况 习可的话我们会潜意来配合 这个工程会大概要50万的经费 为了改善人家的农路 靠走的 要不然你路面积水 所以这个确实有必要来做 所以我们会尽快的 请我们道路养物客来设计花包 把这个道路做好 让我们这些农民有一条好的通路 让他们来使用 随后又前往熔岩村九龙坑农路 会看印路机箱内掏空 孔兰已在承受搬运农作制裁的重车连压 当场签合 失射两座挡土枪 保障农有运输农产品便利及安全 因为这个单级道路下方都已经探防非常严重 如果不赶快跟来修补的话 这个路面会塌下去 会造成人车 骑驾驾驶都很危险 县议员简赤胜表示 隆岩村九龙坑农路 一年久失修 以呈现均裂级崩落的现象 感谢林县长回看后 允诺紧速改善 让民众的通行及农产运输更加的安全 这些农云 这些农云很年久失修 因为我们馆长了解到地形的输求 现在又是我们的农云记 正在采收 馆长看到我们这些农民 在这些农境 出现很困难 所以说他特别答应到我们这些传民 要让这些农云改善的好事 让我们这些农民出现更方便 让我们的农作物 生产的时候 出入让我们的东西不够扣开 也不够扣开 所以农云马上答应 要改善 中疗箱面积幅远广大 当地民众以乌农为主 产业道路以运输农特产品居多 现政府能够在道路陷落崩塌 严重沉灾前及时抢救 才是对农友最大的保障 记者洪一伦 中疗箱采访报道